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 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 是与三皇五帝有关的成语 甘拜夏丰 甘拜夏丰 这个成语 出自庄子在右 讲的是上古时期帝王皇帝 诚心求教远古先人广成子 拜广成子为师的故事 皇帝大拜吃油和盐帝后 就在泰山风扇 照令通行天下 转眼在位十九年了 一天 他听说远古先人广成子 住在空同山上 就须拜访广成子求先问道 作为帝王 皇帝首次到空同山拜师求道 不免排场很大 不仅原非侧非随行 而且还有文臣武将武士 一百多人随士左右 广成子现身后 见皇帝排场如此之大 就对皇帝说 自从你治理天下以来 云没聚集就下雨 草木没枯黄就飘零 日月会暗 坚定小人之心多如羽毛 又怎能奢谈天地大道呢 说吧 佛臣一阳 就驾鹤引入了云霞之中 广成子的一番话 让皇帝惭愧不已 怅然若失 垂头漠然不语 泪水夺眶而出 回到都城之后 他将正事交给了大臣们 不再临朝听政 单独建立一处静食 以洁白的茅草为席 独居静兴 万幸四过 三个月后 皇帝置身前往空同山 再次向广成子求教 走到半路 遇到一位吃发吃虚的长者 皇帝恭敬师礼问道 请问先生 那条道可通往空同仙界呢 长者随口迎道 先凡本无界 只在心上分 不惜惜行苦 一成百道通 话音刚落 长者就不见了 原来 这位吃发吃虚的长者 是先人赤松子 他是广成子的好友 是专门来点化皇帝的 皇帝悟心极高 于是就以西带步 一路西行跪拜 扑斧行走 真正是爬上了空同山 根据庄子在右的记载 当皇帝爬上空同山 来到广成子居住的洞府之前 广成子正面难而卧 于是皇帝就跪在下风低位之处 西行上前 起手在拜 扣行大礼 虔诚地问道 听说先生已经通晓至理 冒昧地请教您 怎样修养自身 才能长生不老呢 广成子听后 一跃而起 坐在上风之处 高兴地说 问得好啊 然后就把阴阳至理 天地大道的金钥 传给了皇帝 还将长生不老的秘书 传给了他 甘拜下风 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所谓下风就是下风处 指的是风所吹向的地方 和上风是相对的 上风就是上风处 指的是风吹过来时 站在风头的地方 相对应的风尾就是下风了 甘就是愿意的意思 甘拜下风的原意 指的是在下位 口拜上先尊者 愿意聆听教诲 不过到了先秦时期 甘拜下风的意思 就发生了变化 左传西宫中 记载的一段故事 就说明了这种变化 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秦国和晋国建立了非常友好的殷勤关系 晋国是周朝周五王之子 姬余的风国 晋国在晋献宫时期崛起 后来成为春秋霸主 秦国是周朝时期西北部的诸侯国 西元前905年 秦妃子因杨玛有功 被周天子封为附庸国 号秦宁 西元前821年 秦庄公击败西荣 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 西元前770年 秦湘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蔑 被封为诸侯 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 到了秦穆宫时期 秦国兵强国胜 称霸西荣位列春秋五霸 秦穆宫为求将来与中原友好 就向晋献宫求婚 晋献宫就把大女儿嫁给了他 形成了联姻结盟的关系 我们常听说的秦敬之好 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晋献宫有八个儿子 其中太子深生 崇尔 宜吾 这三个儿子都有贤德之心 晋献宫在位时 发生离籍之乱 太子深生被离籍所杀 公子崇尔和乙武 分别逃往他国避难 晋献宫去世后 公子乙武派人到秦国 请秦穆宫派兵护送他回国继位 并承诺 如果成功继位 他就将何兮武作成义送给秦国 同时修书一封给秦国的重臣李克 承诺说 如果李克能助他继承军位 事成之后就将坟养的成义封给他作为封义 宣前六五一年 在秦穆宫出兵护送和李克在秦国接议下 公子义武顺利地继承了王位 成为了晋汇宫 但是晋汇宫继位后 却没有兑现承诺 反而逼死了李克 更没有将何兮武作成义 交给秦国 根据史记晋世家的记载 晋汇王继位后 就将太子深生的墓地给迁移了 西元前六五零年秋天 晋国大腹糊涂 前往晋国陪都取卧 忽然就像进入梦境一样 竟然遇到了被害死的太子深生 太子深生让胡图上来驾车 并对他说 义武牵我墓穴 太过无礼 我已经得到上帝允许 让秦国灭了晋国 今后有秦国来祭祀我 胡图说 臣听说 神明不想一族的祭品 百姓也不祭祀他族之人 外族来祭祀您 您的祭祀不怕会断绝了 您再考虑一下吧 深生说 好 我会再向上帝请求的 七天之后 星城西边会出现一个巫师 可以与我通灵 然后 深生一下就消失不见了 等到约定的那一天 巫师向糊涂转达了深生的话 说 上帝允许我惩罚有罪的人 他将在寒冕大外 西元前六四七年冬天 晋国发生了大饥荒 晋惠公派使臣到秦国求过粮食 秦穆公为大臣公孙子桑 给他们吗 公孙子桑回答说 可再次恩惠于尽 日后他们能够感恩 大王还奢求什么呢 如果他们再次悲心弃义 他们的百姓会生出叛离之心 一旦丧失民心 待我们讨伐之时 就定会失败 秦穆公又问大臣白里希 给他们吗 白里希回答说 天灾降临 每个国家都会发生 百姓断粮 苦不堪言 救援救灾 周济邻国 这是道义 按道义形式的人 总是有福分的 这时大夫批报建言 秦国应该趁此机会 出兵攻打晋国 教训晋回宫 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秦穆公听后说 我虽厌恶晋国国君 但晋国的百姓是无辜的 于是秦穆公派出船队 运送粮食 运粮船只 从秦国都城雍城 直达晋国都城 络绎不绝 这是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 内陆河运 史上称之为范州之意 让天下人 见识了秦穆公的兄弟 第二年冬天 秦国也发生了饥荒 秦穆公派使臣 到晋国求过粮食 于是 秦惠公就招大臣上朝上讨 如何应对 有大臣说 大王能回国继位 乃秦穆公鼎力相助 大王称允诺秦国 和系之地 却未兑现承诺 去年我国遭灾 秦穆公不仅供粮就及 甚至分文未取 如此仁义之君 如今遇难 我国怎可袖手旁观呢 但是 此番谏言遭到了 敬惠公舅舅的驳斥 他说 我国遇灾 秦国未借此机会供法 反驻我渡国危机 这是不懂抓住时机 如今秦国遇灾 如果我们不抓住此天机 岂不辜负了上天的好意 秦穆公接受了舅舅的说法 借机发兵攻打秦国 秦穆公恩将丑报的作为 让秦穆公震怒不已 于是清帅大军 讨伐秦国 秦穆公六年 西元前六四五年 秦静两国在寒远交战 三战下来 秦军大败进军 俘虏了秦穆公 秦国的大部门 披头散发 垂头嗓气 满脸忧愁地 跟在秦惠公囚车的后面 秦穆公派人对他们说 各位为何如此悲伤呢 我大秦大王 与你们晋国大王 向西而行 只不过是你们 晋国第妖梦的对线 可不是我们秦国 有什么做得过分的地方呀 这里晋国妖梦 指的就是糊涂 遇到被害的太子 深生的事 晋国大臣们听后 赶紧三聚公叩首说 大王脚踩后土 头顶皇天 皇天后土 都听到了大王的话 我等 请赶在下风 听后吩咐 这里下风一词的意思中 就有了战败后 所表现出的 卑下顺从的意思了 和庄子在右片中 所讲的皇帝顺下风 悉行而尽 恭敬敬见 远古先人广成子的意思 已经大有不同了 后来赶在下风 渐渐演变成了 甘拜下风 人们就用甘拜下风 这个成语来表示 自认不如对方 由衷佩服对方的意思了 情境之好 最终由于晋会公的悲心气意 恩将仇报而结束 秦国虽生秦晋会公 但依旧以其仁德 放弃会公回国 此后秦晋两国多次爆发战争 最后秦王嬴政 继承历代先王的人德时政 汇聚天下英才 以强大的军事实力 东出韩国关 兼并六国 一统天下 建立了中国史上 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 结束了数百年的诸侯战乱 终于实现了 让百姓回归安居乐业的梦想 这就是甘拜下风 这个成语的内涵和典故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传播 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会 咱们下次再会